掌心当中那一枚碧绿色的生命之种幻化出 徐扬两根指头再次动作了起来 只不过这一次并非是从这妖艳女人的眉心当中剥离种子 而是为她移植种子 果不其然 这因为生命之种很快便融入到了这妖艳女子的脑海之中 取代了她之前那一枚吞噬之种 强大的生命力迅速游走遍这妖艳女子的全身 女子同时 徐扬在赋予了她近乎永生的能力之后 同样摄取了她的一道灵魂本源 有了这道灵魂本源的束缚 这妖艳女子再也不可能违抗徐扬的任何一道命令 在恢复了生命力本能之后 眼前的妖艳女子瞬间跪在了地上 对着徐扬毕恭毕敬的磕头表示感谢 多谢主人不杀之恩 从现在起 我便是您的专属仆人了 将会听凭您的任何命令 发誓对您马首是瞻 徐扬冷横一声 你这样的戴罪之神 还没有资格成为我的仆人 既然你的罪行是针对我兄弟古格拉斯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要你任我的兄弟古格拉斯当你的主人 如果你敢违抗任何一道命令 我会毫不犹豫碾碎你这道灵魂本源 这妖艳女子起初还有点不情愿 可这是徐扬的命令 她又能怎么样呢 只有毕恭毕敬的答应了一声 而后来到了古格拉斯的身边 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失去了吞噬之中 这妖艳女子脑海当中的邪恶念头 也彻底的沉寂了下来 虽然她对古格拉斯的外形条件比较无感 可也说不上排斥 起码和她建立了正常的主仆关系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更何况这也是徐扬的命令 在解决了这里的麻烦之后 徐扬立刻给她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从现在开始 古格拉斯你就带着你这个女仆 前往其他战场 寻找我们其他的队友 有她在这里作为引导 你们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古格拉斯听了徐扬的这番话 似乎还有点不想立刻离开的意思 可是老大 其他的兄弟们有你在 必然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可是这边有如此之多的重要情报资料 如果我留在这里摄取这些知识的话 无疑会对我们团队后续发展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古格拉斯随便一扫 便看到了他身边这个绝色的家人女仆 冷冷的白了他一眼 都已经存在我的脑子当中了 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呀 古格拉斯一脸窘向却也是偷乐 旁边的徐扬看着 胖子啊 看来今后有人管你了 我也算彻底放心了 古格拉斯一张大饼脸黑黑笑了起来 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屁颠屁颠的跟在了这妖艳美女的身后 离开了房间 按照徐扬的命令 前往其他阵营 营救队友 令三人没有想到的是 刚刚脱离了这密室房间 便有数不清的牛头人 挡住了左右两条出口 而这条更长的回廊 却带给三人攻防两端极大的阻碍 我靠老大 要不要这么大的阵仗啊 该不会这些人都是你引过来的吧 徐扬美好气的白了古格拉斯一眼 你这死胖子呀 还真是得了便宜卖乖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来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没出现在这个地方 和你们两个人都没什么关系 这些牛头人原本是听命我的战士 可是如今我在吞噬之肿的控制下脱离了身体 永恒魔术主宰失去了对我的控制 而我也自动变成这些牛头人所要进攻的目标 他们应该是冲我来的 你们两个先行离开这里交给我吧 徐扬却是露出了一抹冷笑 就凭这些废物牛头人 还不够资格阻挡在我的面前 下一刻只见徐扬脚下猛的一阵 强大的大地法则开始发出一阵莫名的变化 周围的一切地脉形态开始疯狂变化 一道又一道巨大的石柱腾空而起 将这些牛头人一个个崩飞到了四面八方不同的角落 他们原有的阵形被彻底打乱 而这狭隘的战斗空间也在请客之间 被徐扬开辟出了十分广阔的领域 这样一番动作 却是彻底惊呆地身边这绝色女仆 主人实力果然是足够强大 这般惊世骇俗的手段简直是闻所未闻 一念之间竟然能够改变大地的形态 谷格拉斯一脸自豪地拍了拍肚皮 嘿嘿嘿我们老大的本事这才只是九牛一毛 将来你会看到更多的 女仆一脸骄傲地又摆了谷格拉斯一眼 哼说得好像你自己也有这样的本事一样 不得不承认这个骄傲角色女仆 属实是给谷格拉斯压制的服服帖帖 不管她如何贬低打击谷格拉斯这胖子 谷格拉斯总会对她和颜悦色 似乎对这个女人她能够做到诬陷的包容 这样的组合也正是徐扬所喜爱的 彻底放心了这两个人之后 徐扬也不做更多的犹豫 因为她发现自己掌心之中的这一枚种子 变得更加躁动了几分 她担心这是永恒魔术 下达给其他被种植这些果实的傀儡们的一种命令 让他们加快摧毁其他几个陷阱队友的节奏 就得交给你们两个了 我要去赶快救其他人 如果再耽搁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恭送主人 我二人完成任务之后 会立刻前往与主人会合的 女仆话音一落 徐扬轻轻点头腾空而起 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迅速消失在了这片战场之中 果不其然 此刻普朗西斯夫妇同样在这被强大的欲望念头 燃烧之下 渐渐冲乎了头脑 他们同样也已将濒临陷入迷失自我的边缘境地中 拥抱你们梦想之中的金山银山 就此走向永恒的堕落吧 紫色瞳孔的年轻人歇斯底里的狂笑了起来 似乎每次见证自己的对手在无尽的欲望中走向堕落 都能够让他产生无尽的快感 与此同时 他旁边这些已经摆好阵仗的牛头人们 各自发出了狂暴的怒吼声 进一步强化着欲望法阵 释放出来的精神力压制效果 更快地摧毁普朗西斯夫妇灵魂抗拒的本能